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 社會運動及疫情已衰無可衰 要財證券主席葉茂林表示 在過去一年中 香港經歷中美貿易戰 社會運動及疫情已衰無可衰 但港股卻未出現大跌勢 應該有黑手在背後維穩 要財了恆子年底 最樂觀可見28,000點 但中美關係的不明朗因素 或令恆子低見20,000點 耀材行政總裁許逆斌表示 公司業務並未受影響 反而今年首五個月透過手機apps 開戶量較去年同比上升近5倍 本年度國內客戶開戶量較去年同期增加3.2倍 廖恆指年底最樂觀可見28,000點 耀材在5月期間 就疫情對客戶的交易行為 和投資策略的影響進行一項調查 結果顯示 月六成受訪散戶由於持有銀行、地產及公用等傳統股票 令今年的整體投資平均回報率少於一成 結果顯示受訪散戶平均交易次數更頻密 平均投資金額減少 其中有22%受訪散戶表示交易次數增加2成以上 有15%受訪散戶表示交易金額減少2成以上 調查顯示疫情重創環球經濟及股市 令散戶投資態度趨於保守 投資策略亦有所變化 更五成受訪者採取現金為王的觀望態度 以規避風險 近期多謝中概股來港二次上市 葉茂林預料第一輪會有8至10間中概股企業 來港上市會帶動港交所的生意 讓捲商也受益 但許奕斌也表示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質量參差 來港上市相信港交所都會過濾 耀財行政總裁許奕斌透露 關於京東的照顧營購 現時該行借出額約100億元 關於下半年展望 耀財證券研究部總監直耀輝表示 中美關係不明朗 加之疫情影響上欄預料25,500至26,000點 將是恆指下半年高位 一旦情況轉差 最差或低見2萬點水平